雖然業績幾乎是歸零了 不過還是有7家的伴手禮業者發揮愛心做公益 攜手推出了限量 宅君由花蓮在地伴手禮公益組合包 有10樣商品幾乎都是用半價的優惠 還包含了運費 銷售所得全數要捐給第一線醫護人員做防疫用品集軍 受到疫情影響 花蓮民產業者生意已落千丈 還得負擔房租人事成本 即使同樣是疫情受災戶 仍有7家花蓮伴手禮業者 其新做公益 推出限量載居遊花蓮在地伴手禮公益組合包 活動發起人之一的風車箱特助陳淑君表示 希望透過組合包 讓暫時無法出遊的民眾 待疫情緩解後 尋找記憶中的味道能再來到花蓮旅遊 我們自己的部分大概衰退了80% 現在的來客數沒有客人到底是一定沒去買 我們的來客數現在一天大概不到10位 對有10位算多了 那這一次我們結合了其他花蓮就是六大知名的民產業者 像印象花蓮的手工皂 然後風之香的蜂蜜 然後還有東風十歲的有機養生黑豆玄米茶 然後沙利好食的七星檀石頭小甜餅 然後還有酒吧裡做的花蓮民產的民信片 然後還有風興餅舖的蕾小多 然後還有阿布多的奶油蔬條 跟德利豆干的豆干還有茶葉梅的部分 我們把這幾家民產店業者的特色商品結合成一個大禮包 然後我們用很優惠的工藝價 然後賣給大家 然後送到大家手上 那我們所得的百分之百會全部捐給 就是需要防疫 需要做第一線防疫的防疫人員 然後還有弱勢團體 那還是希望就是大家宅在家 然後跟大家一起防疫 然後可以吃著我們的民產 然後想著花蓮的好 然後以後可以直接第一時間就回到花蓮來 寒冬送暖 其家愛心業者自行吸收成本 響應這次活動 疫情一發生的時候已經沒有外客 那所以所有民產店業者其實有很多的庫存 好 那我們當時是就是說 我們就把這些貨拿出來 就成本價賣一賣這樣 結果電話打一打就發現說 大家都說直接捐了啦 還有什麼成本就直接捐了 所以其實很感謝大家的參與 然後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熱心 而且把他們家的正店之寶都拿出來了 那也很謝謝幾位支持這一屆活動的人 因為像燕山他就很免費的幫我們做了一些印刷品的印刷 那還有萬年電機捐了平板 那警官公司有兩家 我們後來還限定捐贈我們 因為我們剛開始那個運費的部分 還是要我從收入裡面支出 所以他們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直接掏腰包就捐了現金來支付這些瑣碎的一些 我們必須去的支出 宅在家也能做愛心 公益組合包限量300盒 原價一箱1694元 以899元含運費 約53折優惠銷售 預購至6月11日 9日起陸續出貨 所得將全數捐給第一線醫護人員 購買防護用品及弱勢家庭 數量有限 有興趣的民眾可透過店家臉書粉絲頁了解更多 接著掌幫彥華臨師報導